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我希望能够帮助 一个公司拿下 一错又一错的关键奖面 这是对所有兄弟们 最好的回报 我现在的心情非常好 因为我现在刚从下阶段中回来 还没有到自己的私家装置 但是可以看到我 所以我们跟我在一起 心情非常好 所以在比赛当中的期间当中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 把我们慢慢的去更好的帮助队 我现在身体状况非常好 也感谢大家的关心 尤其内部这边已经完全回处了 希望今年可以 和大家一直在一起 去帮助球队共同大家 确实当时 那个夜晚 对于很多人都很招心的 对于我 对于很多人 是我的兄弟们来说 对于他们认为 我一直感谢他们 对于他们 对于我们的过渡 所以我们是 能够做得 一大场 会把握 我非常确信的是 我们在教练队下 可以作为一个 最联名的队伍 可以打好 把这个赛题 我们还要接触 我们的赛题 然后先把 战手 回去作战 有一个战战的教练 对于他前方 调控的这种大方 其实我在车队的时候 所有人也都跟我说过 别人 希望我能够留下来 在赛题上 但是 反正这个月 也就是感谢他们 给我重新施展的机会 能够让我保持壮心 但是 我还是喜欢这边 我要回来 我也跟他们说清楚 不让我留下来 是不可能的 所以 还是就到 我们这个大局当中 大家一起来 我必须要回来 因为我们 还有两年的合同 第一 第二 是我在北京 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感觉 每个人对我都很好 我跟我们家里 非常开心 那我希望可以一直保持这种 连续这种开心的状况 所以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 很怀念在北京的这种 跟家庭一起的这种平单生活 我是一个很住家 很居家的人 所以 我才希望能够回去 跟家人一起去一起 在那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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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